对于积极的人 每一个时刻都是好的 对于消气的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哪一个时刻都是不好 所以我看我们第一 要做的东西是 先调整我们的这种心态 心理状态 我想今天 任一个人来到爱康 你就要抱有这样的心情 你来爱康不是大功 你来到爱康 你已经是一个创业者 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是一个企业家 你在心态上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心态 你是一个企业家 你要以生意人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机会 如果你不以生意人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机会 你一个打工心态 来看这个机会的话 这个金融风暴 到底带来是机会 还是危机 在传键在爱康 他很多时候是跟你没有关系 刚才那企业家 他从事他产业 他要成功 他也会遇到阻力 他也会遇到作者 他也会遇到挑战 不过在企业家的心态里面 怎么讲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成功 本来就是要面对的 对不对 做生意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讲 如果一个打工的人 他遇到问题 说这个问题 不应该我面对的吗 我拿多少薪水罐了 我面对这个问题 这是老板的事情 对不对 OK 那么 那有些事情 给他太多工作来做的时候 他开始烦了 他就开始买烟了 他甚至要找另外一间公司去做了 跳槽了 有没有 哦 那个是一般上的打工者的心态 他是这样的 哎 今天啊 不能像自己 当自己遇到主力挫折挑战的时候 你是抱有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你的心情是倾向你企业家的 OK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要想办法 我想定办法 你怎样去客户他 然后不要像那个打工的 就是每天想着怎样去买烟啊 怎样去发牢骚啊 怎样去逃避啊 怎样去跳冰跳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说那般在报纸里报道里面看到了 当然不止这些 太很多 不设创业的人是 第一 你不想负起责任 你不适合穿业 第二 你要工作习惯啊 不肯改变的话 你不适合穿业 第三 你不懂财务管理 你不适合穿业 有没有 他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适合穿业 当然今天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告诉各位 爱航是一个生意来的 你是个企业家的 那么你要穿业的话 你要穿业的话 你就第一 你必须要责任感 第二 你要改变你的习惯 第三 你必须要懂得怎样去 带领组织 你必须要去领导 你必须要去主动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今天 这种心理状态 能够调整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金融通报 将是你的机会